這次蟹潛深了, 要捉牠更難 看看HAPPY哥這次成不成功 哎呀哎呀, 走了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漁人推介頻道 我是阿火 今集有朋友說想和阿火一起出海 想自己親手捉海鮮來吃 順便來一個海上媽媽姐 一群人要捉又要煮 要穿大一點的船才方便一點 不是吧, 船長送這隻船出海? 成十個人, 這麼夠裝 原來是坐這隻船出來駿魚丸號 真的差點被他嚇死 換回駿魚丸號之後 我們就可以回碼頭接朋友出發 咦, 我們今集的嘉賓 HAPPY哥很準時 阿火今天的任務 就是安全帶HAPPY哥出海 然後安全地送他上碼頭 順便讓他感受海上獵餅的樂趣 有朋友留言給阿火, 問怎樣學打魚 今集就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想成為海上獵人 第一步當然要懂游泳和浮潛 跟合資格的潛水教練上課 然後再出海便安全很多 你看, 多少人去果汁學潛水 整個彎都是船 即人山人海 HAPPY哥有浮潛的經驗 但未試過下海捉物 先找內彎位和他練習一下 今天水這麼清, 練習一流 武林秘級教人 肉練神功, 必先自攻 打魚就不用 出海玩多一點, 一步一步練就可以了 剛剛開始玩, 可能魚都看不到 讓你拿大炮下海也沒用 大家可以試試拿相機拍攝 拍到魚在相機面前游游游 完全不怕你 之後再拿魚槍或士林下海也未遲 打魚就不是比賽 不用跟人鬥多 適合適合才打 不適合就不要打 所以長打長有 說了這麼久都不見到HAPPY哥游游 發生什麼事 原來下水的時候跌了一部高舖 難怪這麼久都不見人 不過這麼清水應該找得回 一落到底就見到他 都算幸運了 這鍋東西, HAPPY哥怎樣都要請吃飯 HAPPY哥這次第一次玩 那就找些大大粒不懂得動的東西給他收拾一下 有什麼大大粒不懂得動又容易收拾的呢 這些大大大粒不懂得動又不會刺傷手 初學者收拾這些就最好 順便可以練習閉氣時間 這些大大粒大大粒 白灼又可以 切片士椒炒又可以 用來煲湯都可以 一會兒看HAPPY哥怎樣做 很厲害 這裡也有4-5米深 看看HAPPY哥撿不撿到 還可以 最少可以潛到水底 撿到大粒 只要玩多一點 就練習一下下潛技巧 這樣撿東西應該輕鬆很多 潛一下潛一下 好像又掉了出來 這次發達了 撿了兩次 這次可以收多少錢呢 為了不要讓它掉第三次 還是和大銀子一起放在網袋裡 穩妥一點 第一關撿大銀子就成功了 下一關 就讓HAPPY哥撿危險性較高的海膽 不習慣徒手撿海膽 很容易被刺傷 有工具就會比較安全 HAPPY哥第一次玩 就讓工具去用一下 作為一個整車師傅 帶鎚子到海 都是很正常的 其實只要你習慣了 徒手撿海膽都可以很輕鬆 這個季節 海膽都是瘦身一點 等到二三月海膽才會肥 刺身就不適合季節 選多幾隻大隻的 用來炒蛋 船長打完魚回來 順便撿幾隻盲蟹給HAPPY哥做特訓 這隻盲蟹騎得緊緊 船長真的大犧牲 不懂得動的東西 HAPPY哥可以了 今次就看看他能否捉到 看你捉到不捉到 看你捉到不捉到 我可以的 你小心看 我放牠 兒兒看你都可以 那就買山邊 讓牠自己捉到 好看 這隻盲蟹只有手指這麼大 看樣子應該出生不久 還是找大隻的盲蟹 讓HAPPY哥捉好一點 今次就考考HAPPY哥 看看可不可以找到那隻盲蟹 現在HAPPY哥終於看到牠 不知道捉不捉到牠 大家不要以為牠真的盲 都不知道捉得多快 很多海洋生物都會有毒 潛水的時候要小心 不要被牠刺到 兩隻 看你捉不捉到 有兩隻盲蟹站在一起 今次看看HAPPY哥捉不捉到 放下網 放下網 趁這個空檔時間 等火下深水 看看有沒有魚加菜 在香港用時鈴或遮骨打魚 就不需要牠牠 如果想用魚槍打魚 就要上一個潛水狩獵課程 然後再向警方申請的槍牠 每年年費2700 說魚見到人家雞狗地游出 水清打魚 真是難搞 搞錯了 這麼多條魚游來游去 就沒有牠肯埋伸 還是上水 吐進去 再下深一點 看看能不能打到牠們 再下深一點 伏定後 又看到幾條細鱗游來游去 看來今餐都是吃細鱗的 距離還是很遠 要讓牠能夠游近才可以開窗 等一會都不靠近 只能夠游出去打牠 幸好打中 這樣就可以下班走人 落到這麼深水 上水也好久 幸好有個個機器 可以把窗上水面再慢慢擾牠 有些朋友會很害怕水 就算穿著救生衣也有機會泡到 所以有機會也要練習如何穿救生衣浮在水面 萬一出海有什麼意外都可以自救 你扶著紅色泡, 我拉你過來 扶著紅色泡 你抱著紅色泡 你抱你抱你抱我 你抱你抱你 我不會沉下去, 你放手, 你先放手 有什麼事慢慢說, 你放手 小姐, 你放手 放手, 你放手 放手, 你先放手 你給我那隻手 我會不會 不會, 甚麼都不會 不會 你先放手 可以 很刺激 你明天肯定很睏 你明天肯定很睏 我怕我會租太陽光燈 不會的, 只是魚 整個海都是 很輕易的 很豐富 很豐富 這個媽媽姐 撿了兩次的功夫 撿了兩次的功夫 很期待會看到她 直到海底的畫面 突然很男人 真的看到 真的看到什麼 真的看到平時街市 那種 那種粗豪的感覺 那種 那種魚腥味 再帶一點男人的汗味 一會兒幫你開了一塊魚肉 然後你切魚片 好嗎 好 剛才不是很生疏 現在已經很熟手了 你吃得到專業的認證 成就解鎖 今次的食物都夠了 所以不煮盲蟹 所以走之前就放了它 放生 重回大海 你自由了 走吧 拜拜 要不要中驚 整隻船只有一把小刀 開魚比較難 那就幫Happy哥開一塊魚柳 讓它慢慢攪拌 Happy哥說 今次的腩子會用來煎 背部的肉就用來刺身 這樣就順便幫它起一塊皮 這是什麼玩法 這是白煞大眼螺 這是白煞大眼螺 包鮮味 包鮮味 Happy哥為表演徒手拿大眼螺 這樣就真的要拭目以待 是否真的要表演 我真的要表演 我們可以試試 一人一生 不是的 你浸在冰水上 然後再放就更好 是不是真的 你試試看 Happy哥試試看 浸在油 才再放 同時煮飯 我都煮飯 但不怪 沒試過刺身 對 如果有些冰震在底下 就更好吃 今天阿火準備了泰式酸辣汁 給我們試試 用來點大眼螺 就一流 他會幫你用口咬我 哈哈 好像Happy的 然後拿出來 然後拿出來 這個是嘴巴 還有那個味道 可以嗎 你眼睹 那兩隻角 還有眼睛 你吃吧 哦 你再點米 沒用過那個筷子 寶寶我覺得很美味 我覺得這些可以拿出來 寶寶的難道是泰國人 不是 真的很美味 哇 真的 魚柳用這麼多鹽醃 血水 哈哈 可以嗎 這個超厚 我不會吃 我有點懷疑 很香 而且不知為何煎這個細卵 是沒有平常煎的紅鯊魚 沒有腥味 對 很厲害 要不然一定要下薑 對 也不用 完全不腥 哇 很漂亮 那邊是金黃色 金黃煎細卵 這個名字 夠簡單夠直接 這個名字 Happy的金黃煎細卵 煎得很漂亮 煎一條魚金黃色之後 加上黑白胡椒 調一調的味道 就可以上碟了 OK 可以嗎 可以嗎 說真的 我覺得 不下醬油 醬油 當然了 你這麼鹹 你們以為很鹹嗎 我剛剛好 跟你說 今集 辛苦了ACOO的攝製團隊 和麥魚丸號 可以玩 又可以吃 還要笑到 真的夠爽 今集就跟大家說到這裡 下集回來見 拜拜 拜拜